买车了小编很高兴 但是看到车内那按键上满满的字母 若是令小学英语水平的我头疼啊 到底哪个按键是什么功能 总是令我傻傻的分不清 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尴尬的事情呢 为什么不在按键上标中文呢 要知道现在我国的实力可不容小觑 好多国家都开始鼓励学习汉语了 其实厂商也是有苦衷的 虽然使用汉语的人很多 但毕竟不是国际通用语言 而英语却是全球都在使用 像汽车这种大宗的商品是销往全球的 为了规范化生产 只能使用国际通用语言 只想如果汽车厂商在同一款车上 标注各个国家的语言 那岂不是乱套了吗 这也会大大增加造车成本 只能单个定制了 这可是不现实的 汉语虽然只是清楚 但是笔话太多 如果那小小的按钮上全部打上汉语 真的是不太美观的 倒不如英语那样简洁实用 况且有些按钮标志 如果真的改为汉语 我想会遭到人们的一致吐槽 比如CD、DVD、GPS 这些本来就是舶来品的东西 怎么翻译呢 难道还翻译成录影机 卫星定位 那真的是老土了 但是即便是鱼翼熊掌不可兼得 还是有两家车商 坚持使用汉语标志 其中一家是我国的比亚迪汽车公司 这是一家标准的中国汽车制造公司 为了弘扬中国文化 提升中国地位 决定所有案件标志 一律采用中文 另外一家竟是来自日本的本田欧哥 是不是感觉很不可思议呢 欧哥汽车进入中国市场 进展并不算很顺利 但是为了更好的迎合中国消费者 标志全部汉化 汉化不汉化这是一个问题 你有什么建议呢 欢迎大家一起讨论